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不断奉献专项部 信息、财经、健康、文娱、教育、旅游、消费、科技、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 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ld尝试吧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华尔街故事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1.智慧城市发展 科技与建筑股收益 2.全球贸易协议重塑 出口股票新机遇 3.消费者信贷增长 金融服务股看好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智慧城市发展 科技与建筑股收益 在这个数位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如果你还在用纸质地图 寻找目的地 或者是用信息传递讯息 那么我得说 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现在 我们生活在一个 即将被智慧城市包围的世界里 这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而在这个过程中 科技与建筑股无疑是大赢家 让我们来探索这背后的原因 当然 不识幽默感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智慧城市 简单来说 智慧城市 就是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和数据 来提高城市运营的效率 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 想象一下 你的家能够自动调节温度 街灯会根据行人的流量 自动调整亮度 甚至垃圾桶会告诉清洁工人 何时需要清空 这不是魔法 这是科技的力量 那么 科技与建筑股 为何会从智慧城市的发展中受益呢 让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解释 想象智慧城市是一场盛大的宴会 科技公司是提供美食的厨师 而建筑公司则是提供宴会场地的房东 没有美味的食物和适宜的场地 宴会怎能成功呢 科技公司 特别是那些专注于物联网 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公司 正是智慧城市不可或缺的厨师 他们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 就像是各种美味佳肴 让智慧城市的运营更加高效 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同时 建筑公司在这场宴会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 对于绿色建筑 节能建筑的需求日益增加 这些建筑不仅要美观 还要能够支持各种智慧技术的应用 比如智能照明系统 能源管理系统等 因此 那些能够提供这类建筑解决方案的公司 无疑会从中受益 最后 让我们以一个幽默的比喻 结束这次分享 如果说智慧城市是一场未来的盛宴 那么 科技与建筑股 就像是那些提前拿到入场券的幸运 他们不仅能够享受宴会的美食 还能在宴会开始前 卖点小吃 给那些排队等待入场的人 所以 对于那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投资者来说 关注科技与建筑股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 就像所有的投资一样 风险与机会并存 但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智慧城市概念的不断推进 科技与建筑领域确实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所以 下次当你走在自动调节亮度的街道上 或者在一个能够自动调节温度的房间里 不妨想一想 这背后的科技与建筑公司正是推动这一切发生的幕后英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全球贸易协议重塑 出口股票新机遇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全球贸易协议就像是一场无休止的宴会 各国领导人和商业巨头们围坐一桌 不断的交换着菜单协议 希望能够吃到最美味 利润最大化的一餐 而在这场宴会中 出口股票则是那些精致的甜点 每当新的贸易协议出炉 这些甜点就会被重新装盘 吸引着投资者的目光 寻找新的机遇 想象一下 一个新的全球贸易协议 就像是一道新菜单上的特色菜 它可能会降低某些商品的进口关税 或是简化出口流程 这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出口的公司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这些公司的股票 就像是突然间被撒上了魔法粉末的甜点 变得更加诱人 但是就像在任何宴会上 不是所有的菜品 都会对每一位客人有相同的吸引力 同样的 在全球贸易协议的影响下 并不是所有的出口股票 都会成为投资者的首选 有些可能因为协议的变化而受益匪浅 而有些则可能因为新的贸易壁垒 而变得不那么吸引人 这就要求投资者 必须像是一位熟练的宴会客人 懂得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口味的菜品 他们需要仔细分析 新的贸易协议 对不同行业和公司的具体影响 这就像是在研究菜单上的食材来源和烹饪方法 只有这样 才能够在这场全球贸易的盛宴中 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份甜点 当然 就像任何宴会上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一样 全球贸易协议的谈判过程 充满了不确定性 新的协议可能会在最后一刻出现转折 因此 投资者在寻找出口股票的新机遇时 也需要保持灵活和警惕 准备好随时应对宴会上的任何惊喜 总之 全球贸易协议的重塑 为出口股票带来了新的机遇 但这场寻宝游戏 需要投资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就像在一场精致的宴会上选择甜点一样 只有最有经验和最聪明的客人才能品尝到最美味的一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消费者信贷增长 金融服务股看好 在这个经济快速变化的时代 消费者信贷的增长就像是一场无休止的派对 而金融服务股则是这场派对上最受欢迎的明星 想象一下一个穿着闪亮西装 手持香槟的金融服务股 站在派对的中央 周围是一群热情的消费者 他们手持信用卡 准备在经济的大海中尽情挥霍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消费者信贷增长的魔力 这不仅仅是关于人们借钱买东西那么简单 它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一种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当消费者愿意借钱消费时 这意味着他们相信自己未来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 这种信心就像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能够激发更多的消费和投资 然而这场派对的真正明星是金融服务股 想想看每当有人刷卡购物 或者申请一笔贷款 谁是最终的受益者 没错就是那些提供信贷和金融服务的公司 随着消费者信贷的增长 这些公司的业务也随之蓬勃发展 他们的股票价值自然水涨船高 但是就像任何好派对一样 总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当经济周期转冷 消费者开始收紧钱包 信贷增长放缓时 金融服务股可能会感受到压力 这时候 他们就像是派对上最后一个离开的客人 独自面对着清理现场的艰巨任务 不过 就像经济学家经常说的那样 经济是周期性的 就像派对结束后不久 又会有新的派对开始一样 经济低迷之后 总会有复苏和增长 对于那些耐心等待 并且能够抓住机会的金融服务股来说 未来总是充满希望 所以 亲爱的投资者 当你看到消费者信贷的增长时 不妨想想那些金融服务股 他们可能正准备在经济的大派对上 大放一彩 但记得 投资就像参加派对 享受乐趣的同时 也要时刻留意退出的时机 毕竟 没有谁希望成为最后一个离开派对的那个人 对吧 总结一下 智慧城市的发展 给科技与建筑股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科技公司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 让智慧城市运营更加高效 建筑公司则能够提供支持 智慧技术应用的绿色建筑解决方案 这场智慧城市的盛宴 科技与建筑股 就像是提前获得入场券的信任 他们不仅能够享受宴会的美食 还能卖点小吃给排队等待入场的人 全球贸易协议的重塑 为出口股票带来了新的机遇 一个新的贸易协议 可能降低进口关税或简化出口流程 这对于那些专门从事出口的公司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但同时 也需要投资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和灵活的应变能力 只有选择最适合自己口味的菜品 才能品尝到最美味的一份 消费者信贷的增长 为金融服务股带来了新的机会 消费者信贷的增长 不仅是关于借钱消费 更是一种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金融服务股作为最终受益者 在消费者信贷增长的推动下 业务蓬勃发展 但同时 也需要保持警惕 准备应对经济周期的变化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智慧城市的发展 有什么看法 对于科技与建筑股 出口股票和金融服务股 你们有什么投资建议吗 快来参与讨论 分享你的观点和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你一起探索世界各地的热点新闻 从政治 生活方式 到技术创新 看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政治 你知道吗 尽管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似乎有分歧 但其实 他们对许多关键问题有着相当一致的看法 特别是在对待乌克兰援助这一点上 这种结合了里根传统原则和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外交政策模式 看起来将会持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方向哦 另一方面 名人生活方式的品牌化正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 从梅根 马克尔和哈利王子到日本的陶瓷供应商 Marovo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这个世界 而英国皇家邮政的争议决定 则引发了对消费者权益的关注和讨论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国际上的一些重要事件 苏丹的持续冲突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墨西哥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危机 以及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 都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热点话题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各自国家和地区 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而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无论是美印经济联系的未来展望 还是对加萨和海地的援助 国际社会都面临着挑战和机遇 最后让我们来聊聊技术 在AAI和电子产品不断进步的今天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一些老技术如传真机和精美瓷器 仍然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日本的Morowai公司 他们如何将传统陶瓷工艺应用于现代科技 成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成功故事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 技术的发展不总是关于新发明的出现 老技术的持续使用和重要性 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希望能给你带来新的启发和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线 在今天这个充满纷争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从政治到生活方式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激烈的讨论 和对未来的思考 而在这些讨论中 有几个话题特别引人注目 共和党的外交政策 名人生活方式的品牌化 以及英国皇家邮政的争议决定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主题 实际上揭示了我们社会中的重要趋势和挑战 首先 Foreign Policy杂志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指出 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统一程度远超过表面上的分歧 文章中 Matthew Kronek和Dan Nigria深入分析了共和党内部对外政策的共识 尤其是在对待乌克兰援助的问题上 尽管存在一些分歧 但共和党人普遍支持一种 结合了里根传统原则和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外交政策模式 这种特里根融合体现在强大的国防 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以及对美国例外主义的信仰上 在处理中国 北约 伊朗和协议 和气候变化等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 共和党内部的共识显著 这种趋势预示着共和党的外交政策将继续沿着这一路径发展 而在The Telegraph的观点板块中 我们看到了对名人生活方式品牌化的批评 文章通过梅根 马克尔和哈利王子与Netflix的合作 以及梅根计划主持的烹饪和生活方式系列节目为例 讨论了名人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和娱乐平台 来塑造和推广他们的生活方式品牌 尽管名人生活方式品牌 在Instagram时代大受欢迎 但文章质疑了这种趋势的必要性 认为它只是长期以来 王室引领时尚 原意和娱乐品味传统的延续 最后 The Telegraph再次提供了对英国皇家邮政收取伪造邮票信件费用决定的批评 这一决定被视为对英国消费者的又一次轻视 因为它将接收伪造邮票信件的罪责推给了无辜的消费者 文章呼吁对皇家邮政进行彻底的改革 以解决这一不公平的做法 通过这些讨论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政治 生活方式 还是消费者权益上 社会都在不断寻找平衡和进步的路径 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统一 名人生活方式品牌的兴起 以及对英国皇家邮政决定的批评 都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些议题不仅仅是新闻故事 它们也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一部分 促使我们不断思考 如何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找到最佳的前进道路 在过去的一年里 苏丹的冲突持续不断 使这个国家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报道 超过800万人 其中一半是儿童 目前在该国和更广泛的地区流离失所 苏丹一半的人口 2500万人 正在经历食物不安全的困境 从农场到工厂的生产能力被摧毁 使得经济支离破碎 根据联合国的评估 苏丹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 和最大的食物危机 随着战斗进入第二年 情况对苏丹人民和更广泛的地区而言 预计会变得更糟 国际社会在苏丹到达无法回头的点之前 必须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的变化也正在影响全球经济格局 根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分析 中国在2000年代初期的经济奇迹 依靠出口驱动 然而在COVID-19和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后 中国的增长前景突然变暗 为了重启增长引擎 中国再次转向出口 向全球市场大量供应产品 这不仅对美国造成了压力 也对全球其他国家造成了影响 引发了对中国大规模补贴绿色能源产品的担忧 这一策略增加了美中关系的紧张 并可能导致第二次中国冲击 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在拉丁美洲 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因厄瓜多尔军队 攻击墨西哥驻基多大使馆而断绝了外交关系 根据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报道 这一事件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墨西哥要求厄瓜多尔为侵犯大使馆的行为公开道歉 并呼吁国际社会对厄瓜多尔采取行动 此外 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imex宣布将在2024年5月 将原油出口减少35% 以支持国内市场 这一决定反映了墨西哥追求能源自己自足的努力 在政治领域 美国2024年的大选预计将面临挑战 根据CFR的报道 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移民政策以及对外政策 特别是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 都成为了热门议题 民调显示 美国民众对当前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移民政策持有不同看法 这些问题可能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总的来说 无论是苏丹的持续冲突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还是墨西哥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危机 以及美国即将到来的大选 都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挑战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各自国家和地区 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要求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寻找解决方案 在探讨全球政治经济的复杂网络中 美印经济联系的未来展望 与人道主义援助 对加萨和海地的影响 都是当前国际关注的焦点 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也涉及到人类安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 首先 来自CSIS的报道指出 随着2024年印度下议院选举的临近 美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关系 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印度总理莫迪提出的自力更生的计划 以及保护主义的政策立场 可能会影响到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存在着向内看的倾向 印度政府仍显示出 与其他国家经济接轨的意愿 这为未来美印经济合作留下了空间 特别是在晶片制造 国防贸易 农业和能源领域 两国有望在选举后继续寻求合作 然而 当我们转向人道主义援助的话题时 情况显得更加严峻 外交政策杂志 报道了加萨和海地 所面临的灾难性情况 尽管加萨有更多的援助卡车进入 但当地人民仍然面临着饥荒和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海地的情况则更加悲惨 该国正处于西半球最大的安全危机中 约80%的首都被帮派控制 导致广泛的恐慌和数以万计的人民逃离 政府机构破碎 食物和援助严重短缺 安全和对话的恢复成为当务之急 这些报道凸显了国际社会在处理经济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时所面临的挑战 在印度 保护主义和自力更生的政策可能会对美印经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但同时也显示出合作的可能性 在加萨和海地 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援助和支持 以解决迫在眉睫的食物和安全问题 这些情况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经济合作还是人道主义援助方面 国际社会都需要更加积极和创新的方法来解决当前的挑战 对于美印来说 这意味着在保护主义的大潮中寻找合作的契机 对于加萨和海地 则意味着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 并寻求长期的解决方案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和共同努力 我们才能克服这些挑战 实现更加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传真机和精美瓷器向我们展示了老技术的坚韧不拔 美国企业研究所 技术的历史是创新的故事 是推动人类能力前沿的故事 但它也是意想不到的坚持的故事 例如 传真机可能看起来像是20世纪末通信技术的过时产物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想在一部关于90年代的电影中引起笑声 要么提到blockbuster视频商店 要么提到传真机 然而 许多医疗保健和法律公司仍然通过传真发送文件 而且众所周知 传真机在日本的办公室技术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或者看看日本的Morrowell公司 这是一家拥有近200年历史的陶瓷供应商 可以追溯到该国江户时期的一个工匠家族 金融时报报道称 高盛刚刚开始覆盖其股票 其他投资公司很快也会关注它 金融时报报道 人们对Morrowell的兴奋之处在于 该公司如何成功地将其传统工艺 转移到最新的陶瓷组件上 该公司曾应用于传统日本宴会的精美餐具而闻名 首次进入这一领域是在20世纪60年代 日本经济奇迹时期开始的 其部门生产用于电路板和半导体的陶瓷 并且在用于电子产品高温散热的材料上有所专长 这种高温在AI服务器农场和电动汽车的 关键逆变器电源模块中很常见 金融时报 高盛的报告中提到 该公司的散热机板在AI通用服务器和ZEV电动车 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 这些领域目前正在快速增长 帮助防止温度迅速上升 保持组件性能 保护组件免受损坏 并确保整个系统的高能效 性能 Marlow的故事 让我想起了2008年出版的《旧的震惊》 自1900年以来的技术与全球历史艺术 历史学家大卫 埃哲顿认为 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传统理解 往往是误导的和不完整的 技术历史不应该只关注新技术的发明和引入 而应该也关注老技术的持续使用和重要性 比如传真机 或者 即使在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时代 比如 人们仍然在写信 正如埃哲顿所写 通过思考在使用中的技术历史 可以呈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技术图景 甚至是发明和创新的图景 一个全新的技术世界显现出来 这导致了我们对技术时间观念的重新思考 这种观念是基于以创新为基础的时间线的 更重要的是 它改变了我们对哪些技术最重要的看法 它提供了一种全球历史 而以创新为中心的历史 尽管它声称具有普遍性 实际上是基于很少的几个地方的 它将给我们一种不符合通常现代性模式的历史 一种反驳了以创新为中心的账户的一些重要假设的历史 在Marrow的案例中 我们看到了一家拥有悠久传统陶瓷历史的公司 如何将其专业知识适应现代经济的需求 它利用了两个世纪的积累的知识和工艺 创造了对尖端技术至关重要的组件 正如埃哲顿可能指出的 这个成功故事挑战了技术进步 总是由新技术发明驱动的观念 相反 它展示了老技术的适应和应用 在当前技术进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方式 因此 考虑一下 尽管看起来 AI可能创造出一个发展如此迅速的经济 以至于难以分析和理解 但技术历史告诉我们 它对经济的影响 可能不会像一些人希望的那样迅速或具有颠覆性 老技术可能会继续发挥出人意料的持久作用 为我们提供一些稳定性和连续性 无论是好是坏 了解更多 今年AI的突破还是瓶颈将成为更大的故事 儿童税收抵免 我与Kevin Corrance的长篇问答 历史的教训 AI的潜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避免监管陷阱 美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有吗 本文传真机和精美磁器向我们展示了老技术的坚韧不拔 最初发表于美国企业研究所AEI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个热门话题 要跟大家分享 近日来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又添新的火药味 根据BBC的报道 伊朗在周末对以色列 发动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攻击 包括大量无人机和导弹 幸运的是 大部分都被以色列成功拦截并击落 这一事件 不仅让以色列提高了警惕 也让全世界都对这一地区的 和平与安全感到担忧 在这场紧张对峙中 美国和英国都表达了 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美国甚至拦截了几架 前往以色列的伊朗无人机 而英国皇家空军也表示 会根据需要拦截无人机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都对伊朗的行为表示谴责 并承诺支持以色列 这一系列动作 显然是对伊朗发动攻击的直接回应 伊朗此举是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 杀死其圣城部队指挥官 而经济学人的报道 则进一步分析了 这次冲突的深层含义 指出这标志着伊朗首次直接从其领土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这一行为增加了全面区域战争爆发的风险 以色列正在利用其多层次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尽可能多的无人机和导弹 并以部署其全部空军力量来拦截这次攻击 这场冲突不仅是对以色列的一次军事打击 也是对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次巨大挑战 随着各方力量的博弈 国际社会对于可能的冲突升级保持警惕 希望能够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和不稳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近日来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据BBC报道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表示 伊朗在周末对以色列的攻击是一次重大升级 伊朗发射了大量的无人机和导弹针对以色列 幸运的是 大部分都被成功拦截并击落 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以色列的高度警觉 也让全球各国对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感到担忧 在这一系列攻击中 美国对以色列提供了坚定的支持 BBC的报道揭示 美国拦截了几架前往以色列的伊朗无人机 同时 英国皇家空军RAF也表示将根据需要拦截无人机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英国首相李希 苏纳克都谴责了伊朗的攻击 并承诺支持以色列 伊朗此次发动攻击是为了报复以色列空袭 杀死其圣城部队指挥官少将穆罕默德 雷扎扎赫迪 这名将军是在大马士革的伊朗领事馆遭到空袭时被杀的 经济学人的报道进一步深入分析 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一系列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是对以色列空袭杀死伊朗高级将领的报复行动 这标志着伊朗首次直接从其领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这一行为增加了全面区域战争爆发的风险 以色列正在利用其多层次导弹防御系统拦截尽可能多的无人机和导弹 并以部署其全部空军力量来拦截这次攻击 美国和可能的英国也在提供协助 虽然目前的威胁可能会得到处理 但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将如何反击 以及这种反击可能升级为涉及美国和伊朗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拦截尽可能多的无人机和导弹 同时也有可能伊朗要求其代理人 如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也门的胡塞武装 发射他们的导弹以放大攻击的规模 初步评估认为损害将是有限的 但这次攻击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一系列事件展示了中东地区脆弱的安全局势 和国际社会在这一地区的紧张关系 随着各方力量的博弈 国际社会对于可能的冲突升级保持警惕 希望能够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 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和不稳定 在近期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军事动作中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这一事件不仅将以色列军方置于高度戒备状态 也威胁着已经动荡不安的地区将进一步陷入暴力冲突之中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这次攻击发生在周六晚些时候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一大批导弹和超过100架无人机 这一惊人的袭击行动迅速引起了以色列的高度警觉 以色列利用其先进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拦截 从周日早些时候开始 耶路撒冷上空就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全国各地也响起了空袭警报 这场突如其来的冲突迫使美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棘手的位置 正如CNN所报道 随着伊朗从其领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拜登政府正试图避免一场可能牵涉美国的更广泛的区域冲突 同时也承诺坚定支持以色列 伊朗攻击的规模尚不清楚 而且还存在着关于代理人可能加入针对以色列的行动的担忧 美国正在努力指导以色列控制局势防止进一步升级 对于拜登来说 如何处理这一局势在选举年也至关重要 因为这场冲突已经损害了他在国内的支持 日经亚洲的报道指出 伊朗在周六晚些时候向以色列发射了一大群爆炸性无人机病发射导弹 这是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领土 这一行动冒着导致重大升级的风险 在美国承诺对以色列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之际 这一事件无疑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这次攻击不仅是对以色列的一次军事打击 也是对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一次巨大挑战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次直接冲突 不仅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对于全世界来说 这也是一个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关系未来走向的重大考验 各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现在面临着如何回应这一危机的巨大压力 他们的决策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耶路撒冷的凌晨时分 警报声划破宁静的夜空 随后是一阵阵的爆炸声 令人心惊胆战 根据BBC的报道 以色列军方表示 伊朗发动了报复性攻击 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和导弹 幸好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及时反应 成功地在天空中拦截了这些飞行物 整个耶路撒冷上空被多次拦截的光芒照亮 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烟火 却又带着战争的阴霾 与此同时 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西岸地区 因一名以色列少年Biniman Alchemer的死亡 而引发的紧张局势 这位少年的遗体被发现后 以色列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击化 定居者在至少两个村庄发动了暴力袭击 有报道称他们开火射击 以色列军方表示 这场冲突中有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受伤 冲突中发生了投石和枪击 在杜马村 攻击者甚至放火烧毁了几栋建筑和汽车 一些军民指责以色列军方保护了这些暴徒 使得局势更加严峻 然而 在距离冲突不远的特拉维夫 情况似乎大相径庭 BBC的另一篇报道中提到 尽管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数十架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 特拉维夫的街头酒吧仍然人来人往 显得毫不畏惧 一位大学生形容那晚就像是特拉维夫的平常夜晚 伊朗军方确认了这次攻击的发生 但在特拉维夫的市民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威胁 生活依然继续 这些报道揭示了一个多面地中东现实 在耶路撒冷 人们在紧张和恐惧中度过每一个夜晚 战争的阴影随时可能降临 在西岸 死亡事件引发的冲突让已经复杂的局势更加难以平息 而在特拉维夫生活似乎仍旧继续 人们在危机中寻找着正常生活的节奏 这种鲜明的对比 不仅展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深刻的矛盾和冲突 也反映了人们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无论是在战争的阴影下 还是在平静的夜晚 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始终不变 为什么伊朗攻击以色列以及两国之间公开战争可能的样子 悉尼先驱晨暴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担心 4月1日在叙利亚发生的袭击事件导致数名伊朗官员死亡 可能会加剧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 并导致公开战争 直到现在 伊朗一直使用代理人来攻击以色列 而以色列则避免对伊朗土地进行空袭 然而 4月13日的袭击标志着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直接军事攻击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100多架携带炸弹的无人机 以及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这些导弹中的大多数被以色列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预计以色列将进行反击 包括使用其隐形F-35IA-DEAR和非隐形F-15I战斗机 另一个较远的可能性是 伊朗可能只是代理人从叙利亚或黎巴嫩部署地面武装分子 另一种可能性是网络战 因为伊朗和以色列过去都发动过网络攻击 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在技术上优于伊朗 但伊朗拥有大量廉价但有效的武器库 伊朗的主要盟友是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什叶派民兵 而以色列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阿拉伯国家可能会避免卷入这场冲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心理咨询室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 二、引言、自我价值、精英心灵的灯塔 三、使用技巧、建立自我认同的五部曲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 在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上 我们都是一群带着现代版指南针的探险家 只不过这个指南针不指南北 而是指向我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和梦想 这个旅程 有时候像是在玩一场史上最复杂的宝藏寻找游戏 而宝藏就是我们自己的价值和潜能 首先 让我们从古代开始说起 古人探索自我价值 往往通过修行 冥想 或是参与哲学讨论 想象一下 苏格拉底在雅典的街头 用他的我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我一无所知的谦逊态度 引导人们深入探索自我 如果苏格拉底有Instagram 他的个人简介可能会是 哲学家 马拉松爱好者 自我探索旅行家 跳到现代 我们的探索工具 从哲学对话变成了心理测试 个人成长工作坊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展示 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认识自我 更多的是 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趣的是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探索自我价值的过程 都伴随着不少的困惑和迷茫 就像是你在深夜里 试图用手机的指南针 找到回家的路 结果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但正是这些迷茫和挑战 让旅程变得更加有意义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就像是 RPG游戏里的NPC 非玩家角色 有的给我们提供线索 有的给我们设下陷阱 比如那位总是告诉你 跟随你的激情 却从不具体说明 怎么做的励志演讲者 或是那位总是让你怀疑 自己选择的现实主义亲戚 最终 我们意识到 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 并没有一个终点 每一次的挑战 每一次的失败 每一次的成功 都是我们了解自己的机会 就像是在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过程中的每一个错误 都在引导我们 更接近正确答案 所以 亲爱的探险家们 让我们带着幽默感和好奇心 继续在这条充满未知的旅程上前行 记住 探索自我价值的过程 本身就是最宝贵的宝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引言 自我价值 精英心灵的灯塔 在探索自我价值的奥秘时 我们不禁会想到 那些历史上的精英人物 他们似乎都拥有一盏内心的灯塔 指引着他们穿越人生的风浪 最终达到辉煌的彼岸 但让我们先来点幽默 自我价值 并不是在超市的打折区 能找到的商品 它更不是某种奇特的魔法药水 一而进后 就能让你变成超级英雄 不 自我价值是一种内在的信念 一种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深刻认识 想象一下 如果历史上的伟人们 都有Instagram账号 他们的自我介绍 可能会是这样的 亚历山大大帝 职业 征服者 爱好 建立帝国 自我价值 无人能敌 或者是 达芬奇 职业 全才 爱好 画画 发明 解剖 自我价值 文艺复兴时期的灵魂 这些人物之所以成为精英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成就 更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价值的坚定信念 但是 自我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是那盏精英心灵中的灯塔 它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加油 才能发出持续而明亮的光芒 有趣的是 这个过程并不总是庄严或者严肃的 想象一下 如果牛顿发现 万有引力定律的那一刻 他是在和朋友们打雪仗 而不是坐在苹果树下沉思 他可能会大笑着说 哇 这雪球下落的速度 真是个有趣的现象 我得研究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它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 也可能源于最不经意的时刻 在追求自我价值的旅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失败 但正如那些历史上的精英人物所展示的 关键在于 如何保持内心的灯塔持续发光 这需要勇气 坚持和不断地自我反思 而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偶尔迷失方向时 不妨以幽默的态度 来看待这些挑战 因为有时候 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瞬间 最终会引领我们 找到自我价值的真正含义 所以 让我们都成为那些 拥有内心灯塔的精英吧 即使这盏灯塔 偶尔会因为电池耗尽而暗淡 但只要我们愿意 总能找到重新点亮它的方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使用技巧 建立自我认同的五部曲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建立一个坚固的自我认同 就像是在沙滩上 建造一座城堡 你刚刚堆切好 最后一个沙堡塔楼 一波未来的浪潮 就可能将它冲垮 但别担心 我在这里要分享的是 如何在心灵的沙滩上 建造一个能够抵御时代浪潮的 自我认同堡垒的五部曲 请准备好你的心灵铲子和桶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步 自我探索 挖掘内在的宝藏 想象你是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正在自己心灵的岛屿上 寻找宝藏 这个宝藏 就是你的兴趣 价值观 信念和梦想 你可能需要一张心灵地图 和一把挖掘工具 也就是自我反思和探索的能力 记得 每当你挖掘出一个新的宝藏 也就是对自己的新发现 记得在你的心灵地图上 做上标记 第二步 自我接纳 拥抱你的完美与不完美 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中 自我接纳是一块基石 就像你需要接受那些 被海浪侵蚀的沙堡边缘一样 你也需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记住 每个人都是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沙堡 我们都有我们的瑕疵和裂缝 拥抱它们 因为它们让你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你 第三步 自我表达 让你的旗帜高高飘扬 现在 你已经探索了自己 也接纳了自己 是时候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你了 就像在你的沙堡上 飘扬着代表你的旗帜一样 通过你的言语 行为 穿着 甚至是你的创造力 来表达自己 不要害怕展示你的独特性 因为这正是你的力量所在 第四步 自我增强 在风暴中站稳 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 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就像沙堡面临着风暴和浪潮的清晰一样 你的自我认同也会面临外界的质疑和挑战 这时候你需要增强自己 无论是通过学习新技能 还是通过培养任性和自信 记住 每次你在风暴中站稳 你的沙堡就会变得更加坚固 第五步 自我更新 永远不停止建设 最后 记住建立自我认同 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就像沙堡需要不断地维护和重建一样 你也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 信念和价值观 永远保持好奇心 对自己保持开放 让自己成为一个永远在建设中的美丽沙堡 通过这五步曲 你不仅能建立起一个坚固的自我认同 还能在人生的海滩上 建造出一座独一无二 美丽壮观的沙堡 记住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耐心和勇气 但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心灵奇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案例分享 张博士的自我发现之旅 在一个不那么遥远的过去 有一位名叫张博士的学者 他的生活充满了书本 实验和无尽的研究 张博士是一位在古代文明研究领域 享有声誉的学者 他的日常生活几乎被古代文献和遗迹所包围 然而 就在他的职业生涯达到顶峰之时 张博士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自我发现之旅 这次旅行不仅改变了他对古代文明的看法 也让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 这个故事开始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张博士在整理他的书架时 意外地发现了一本他从未见过的古老手稿 这本手稿的封面上用古老的文字写着 自我发现之旅 出于好奇 张博士开始阅读这本书 没想到这本书竟然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冒险指南 书中描述了一位古代学者的旅行 这位学者为了寻找生命的真谛 踏上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他访问了世界各地的古代遗迹 与不同文明的智者交流 最终在一片遗失的绿洲中找到了答案 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了张博士 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对古代文明了如指掌 但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却知之甚少 于是 张博士决定暂时放下手头的研究 踏上一场真正的自我发现之旅 他先是前往埃及的金字塔 站在这些人类智慧的象征前 张博士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敬畏 接着他又去了希腊的雅典卫城那里的哲学家雕像似乎在告诉他 真正的智慧不仅在于知识的积累 更在于对生命的思考 旅行的过程中 张博士还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对摄影的热爱 他开始用镜头记录下旅途中的每一个美丽瞬间 这些照片不仅捕捉了世界的美丽 也记录了张博士内心世界的变化 最终张博士回到了他的故乡 他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只埋头于书本的学者 而是一个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理解的旅者 他开始将旅行中的所见所感融入到他的研究中 他的学术报告不再是枯燥的数据和分析 而是充满了生动的故事和深刻的人生哲理 张博士的自我发现之旅 不仅让他重新发现了自己 也为他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真正的智慧和成长不仅来自于书本和实验 更来自于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的认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结祝福 愿你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 发现真正的自我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自我探索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而不是一场简单的短跑 想象一下 你穿着历史的长袍 手持哲学的火炬 在时间的长河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这听起来既庄严又有点滑稽 不是吗 但这正是自我探索的真谛所在 一场充满未知挑战和惊喜的冒险 首先 让我们从古代开始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句名言 认识你自己 这句话简短却深刻 它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想象一下 苏格拉底穿着他的长袍 在雅典的街头游荡 用他的问题激发人们的思考 他可能是古代版的自我探索教练 只不过他的收费方式是一些好久和激烈的辩论 跳到现代 自我探索变得更加复杂 但也更加有趣 我们有了心理学 文学 电影 甚至是社交媒体 这些都成为了我们探索自我 表达自我的工具 想象一下 弗洛伊德和龙格可能会在推特上互相喷 或者是在instagram上分享他们的梦境分析 在这场自我探索的旅程中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迷失在了一座迷宫中 每一个转弯都可能带来新的困惑 但别忘了 就连迷宫也有出口 而且迷宫的设计者 达利或许会在某个角落里偷偷地对你眨眼 暗示你即将找到答案 所以 亲爱的探索者 我要送给你的祝福是 愿你在自我探索的道路上 勇敢地面对每一个位置 享受每一次发现 不要害怕迷路 因为正是这些迂回曲折 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地图 愿你最终发现 那个真正的自我 就像是在一场宏大的宝藏狩猎中 找到了最珍贵的宝藏 记住 这场旅程没有终点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所以 拿起你的火炬 穿好你的长袍 让我们一起 踏上这场奇妙的冒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冥想词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真是我的价值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颗在宇宙中 飞速旋转的小行星 不时的与工作的陨石相撞 偶尔还要躲避生活的彗星尾巴 在这样的环境下 有一句冥想词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真是我的价值 它就像是一盏纸路的明灯 照亮了我们 寻找自我价值和意义的道路 首先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句话 在宇宙的广阔中 地球是独一无二的 而在地球上 每一个生命体 也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是古代的哲学家们常说的 即使是双胞胎 他们的指纹也是不同的 更不用说他们的性格 经历和梦想了 这句话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价值 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跟随别人的脚步 而是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我真是我的价值这句话 在古代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虽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在讲战争 但是这句话 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生活 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 并珍视自己的价值时 我们才能在生活的战场上 所向披靡 这不仅仅是一种自信 更是一种力量 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 能够坚定不移 现在 让我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古代中国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 他擅长画竹子 有一天 皇帝听说了他的大名 就召见他 让他画一幅竹子的画 这位画家 没有立刻开始画 而是闭门不出 每天都去竹林中观察竹子 与中看竹子 风中看竹子 甚至夜里也去看竹子 一个月后 他回到皇宫 一笔一画地 画出了一幅惊世骇俗的竹子画 皇帝问他秘诀 他说 因为我是竹子 竹子是我 这位画家 通过深入地了解 和珍视竹子的价值 最终创造了 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我们深入地了解自己 珍视自己的价值时 我们就能创造出 独一无二的成就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不忘冥想这句话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珍视我的价值 让它成为我们内心的力量 引导我们 走向更加精彩的人生 在探索自我价值的旅程中 我们需要保持好奇心和幽默感 这个旅程并没有一个终点 每一次的挑战 失败和成功 都是我们了解自己的机会 就像是在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 过程中的每一个错误 都在引导我们 更接近正确答案 古代和现代的探索方式 也许不同 但探索自我价值的目标 是相同的 了解自己 接纳自己 表达自己 增强自己 和不断更新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困惑和迷茫 但正是这些挑战 让旅程变得更有意义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不要害怕踏上这条 充满未知的旅程 让我们用幽默和好奇心 来面对挑战 相信自己的价值和潜能 同时 我也欢迎你们提出问题 或分享你们 对自我价值的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的黄金市场 最近因为新买家的涌入 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似乎大家都在寻找那些 能够为自己带来稳定回报的投资渠道 黄金成了许多人的辛丑 广州的华林国际珠宝市场 就见证了这部购买热潮 黄金价格飙升到了多年来的高点 连中国人民银行都在三月份 悄悄购入了16万盎司金条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娱乐圈的 一位传奇人物 黄金宝 他因其在电影界的卓越贡献 而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 终身成就奖 黄金宝不仅与真子丹 李小龙和成龙等明星有过合作 还以其对食物的热爱和幽默感著称 他参与了200多部电影的制作 真正将香港电影推向了新的高度 虽然黄金宝对香港电影的现状 持有悲观态度 但他对自己的奉献感到自豪 最后我们来聊聊科技领域的 一个重大进展 中国在全自动无人驾驶 出租车的应用上领跑全球 势比之下 日本在发展自动驾驶技术方面 面临着挑战 一位记者在北京体验了 自动驾驶出租车 对其乘坐品质和安全性 给予了高度评价 看来未来的出行方式 可能会因为这些技术的发展 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发展动态 无论是经济投资 文化娱乐 还是科技创新方面 中国都在积极寻求进步和变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 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人们总是在寻找那些能够为自己 带来稳定回报的投资渠道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黄金市场正因为众多新买家的涌入 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些买家将目光转向了黄金 希望在股市 房产和银行投资 失去吸引力的情况下 网州的华林国际珠宝市场 就见证了这股购买热潮 黄金价格已达到多年来的高点 中国人民银行在3月份购买了16万盎司的金条 目的是为了将其持有的资产 从美国债券中多元化 此外 中国还在积极寻找更多的黄金矿创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农历新年期间 金银珠宝的销售同比增长了24% 而在香港 一位武打电影的传奇人物 洪金宝 正因其在电影界的卓越贡献 而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 南华早报的报道揭露了洪金宝与诸如真子丹 李小龙和成龙等明星的合作经历 以及他对影时的热爱 洪金宝在电影界担任过多种角色 包括演员导演 制片人 武术指导和动作导演 参与了200多部电影的制作 他不仅将香港电影多次推向新的高度 创造了武打喜剧 动作恐怖喜剧和当代动作喜剧等新的类型 还以其对食物的热爱和幽默感著称 尽管在商业上并非总是成功 洪金宝对于香港电影的现状持有悲观态度 但他对自己对这一商业的贡献感到自豪 在科技领域 中国正义起全自动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应用 《零跑全球日经亚洲》的报道中 一位记者亲身体验了 在北京运行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对其乘坐品质和安全性给予了高度评价 相比之下 日本在发展自动驾驶技术方面面临助挑战 文章中专家对日本的独特条件进行了分析 并讨论了日本应该如何推动自动驾驶出租车的广泛使用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发展动态 无论是在经济投资 文化娱乐还是科技创新方面 中国都在积极寻求进步和变革 从黄金市场的繁荣 到电影界传奇人物的荣耀 再到科技创新的前沿 中国的发展故事正在多个层面上展开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讨论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紧密相连的时代 国际间的互动和合作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 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 还是经济领域 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访问北京 到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的中国之行 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私人信贷市场的警告 这些事件都映射出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南华早报报道的马英九对北京的访问 这趟旅程不仅显示了 他作为北京争取台湾民心的最佳人选的地位 还凸显了两岸关系的微尿平衡 马英九在台湾的国民党内仍有一定影响力 而国民党相对于执政的民进党而言 对中国采取更友好的立场 马英九此行被视为向台湾即将上任的 总统赖清德发出的信息 赖清德被认为倾向于台独 马英九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 无疑是试图在台湾民众中拨下统一的种子 尽管这一目标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充满挑战 另一方面 南华早报也关注到了私人信贷市场的快速增长 以及其带来的风险 这个市场已经发展到约2万亿美元的规模 但其高度不透明性和使用过时且主观的风险模型 引发了监管机构的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 私人信贷有可能将更大部分的金融系统拖入漩涡 这一警告凸显了全球境危机 这一警告凸显了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以及监管机构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时 所面临的挑战 这次访问涵盖了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的多个层面 舒尔茨在重庆开始了他为期三天的访问 计划参观博士的轻动力生产设施 并与学生讨论城市规划 他还将在长江上进行船游 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政治对话 舒尔茨此行带领了包括梅塞德斯·奔驰 宝马和巴斯夫等公司CEO在内的十几位高层管理人员 显示了德国对于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重视 然而大众汽车并未参与此次行程 这或许反映了企业界对于中德经济合作的不同态度和期待 这些事件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动态 从两岸关系的敏感性 到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再到中德之间的经济合作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国家间的互动和合作变得愈发重要 但同时也充满挑战 这些事件不仅对当时国家有助深远的影响 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思考 在最近的一系列国际动态中 从外交政策到家庭生活 再到全球商业交易 各个领域的消息都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这其中美国对于东亚地区的外交行动 名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分享 以及跨国公司的重大收购案 都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首先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国务院 将派遣其东亚事务的最高外交官 丹尼尔·J.克里腾布林克 前往中国 这一行动是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中国 在该地区的侵略行为的一部分 此次访问的背景是美中之间 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特别是围绕台湾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忧 以及美国对于保卫菲律宾的承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的国事访问 以及与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斯·Ferdinand Marcos Jr. 北三方峰会均围绕中国 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行动进行了讨论 日本在对抗中国的行动上 与美国的立场越来越一致 不仅增加了军事开支 还在全球外交上支持美国 在另一个轻松的话题上 雅虎美国分享了克里希 泰根克西柴定克西柴根和他的家庭 如何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周末 泰根在他的Instagram秘密上 分享了几张他似的孩子的照片 包括7岁的Lunia Simon 5岁的Miles 第夜中1岁的Estee Maxine 和9个月大的Ren Alexander 这些照片展示了他们一家 如何享受彼此的陪伴 从玩耍时间到简照假装绘画 这个家庭的温馨时光 让人们感受到了名人 也有助于众不同的日常生活 而在商业领域 日经亚洲报道了 日本新日铁铸铸铸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即收购美国钢铁公司 US Steel的交易 尽管已获得US Steel股东的批准 但这项交易仍面临来自劳工工会的阻力 以及监管机构的审查 新日铁铸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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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 订化在US Steel的工厂 投资14亿美元进行现代化改造 并承诺在当前的集体谈谈协议到期之前 不裁员或关闭任何工厂 然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 USW寻求更大的就业保障 并认为新日铁铸铸铸铸铸铸是空洞的承诺 这项收购将使新日铁铸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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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增加到8600萬噸 这三则新闻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前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国际政治的微尿平衡 家庭生活的甜蜜时光 还是全球商业的巨大变迁 都是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重要部分 这些故事不仅提供了 对当前事件的深入了解 也让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 人类如何在各个层面上努力前行 在澳大利亚的门口 有一位被批评者称为 出路头脚的独裁者的人 但其他人则亲切地称他为 搜葛他就是所罗门群岛的 总理曼娜萨斯·塞加菲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塞加菲正在寻求在被专家 称为该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中 再次当选 塞加菲的任期充满争议 包括他决定将外交认可 从台湾转向中国 这一举动引发了 超级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角力 所罗门群岛国内分歧严重 反对派候选人呼吁远离中国 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 对塞加菲的政策表示担忧 所罗门群岛的人口主要是年轻人 年轻人可能在选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塞加菲以其强势的领导风格著称 被指责在未经人民咨询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逼兵者将它标榜为独裁者 但其他人则认为独裁者 但其他人则认为这一标签过于夸张 塞加菲是一位对外部势力持怀疑 持怀疑其一年 塞加菲拒绝了所有采访请求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香港的学者们担心 国家安全法安全法安全扫和第23条的引入 可能导致自我审查和学术自由的限制 NSL和第23条引入了新的罪行和刑罚 包括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 最严重的罪行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审判可以闭门进行 嫌疑人可在未被指控的情况下 被拘留长达16天 有关方面担心 这些法律会促使学者和机构 自我审查 因为任何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 将被视为学者与政府之间的个人问题 他们的机构无法提供保护 像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媒体机构 已经关闭了其香港办公室 而来自监督团体记者 无国界的代表 无国界的代表 达沃斯·卡尔比·瓦克斯 在抵达香港 监督亲民主媒体大亨李智英的审判时 被拘留并遣返回国 尽管提出了这些担忧 许多人仍对香港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在全球挑战面前 专家们警告说 气候变化需要美国和中国合作 而非竞争 据南华早报报道 阿佛大学关于美中关系的会议上的 专家们警告说 两国需要超越分歧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会议参与者强调了 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合作的紧扑性 需要至少在2030年前 将温室气体排放量 削减排放量 削减25% 以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 他们呼吁美国 中国 印度和欧洲 这四个占全球排放量 60%的国家和地区 进行国际协调 专家们还强调了 追究领导人责任 和鼓励政治意愿 以应对共同关切的重要性 从所罗门群岛的选举争议 到香港的安全法 引发的学术自由担忧 再到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下 美中合作的必要性 这些报道揭示了 当前国际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 复杂性和紧扩性 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但一个共同的主题 是对自由 安全 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在这些复杂的议题中 和作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是在国内政治中寻找共识 还是在全球气候行动中 寻求合作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 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5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 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 我们要聊的是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 最新进展 看起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对峙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最近 伊朗向以色列 发起了数架装载炸药的 无人机攻击 这是对其驻叙利亚领事馆 遭到空袭的一种回应 外交政策杂志报道说 伊朗周六对以色列 发起了数百架自杀式攻击无人机 这可是两国之间紧张关系 显著升级的标志哦 而在以色列这边 政府已经敦促占领的戈兰高地 和其他地区的居民 靠近避难所 因为伊朗对以色列 发起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攻击 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 但这是真实发生的 以色列媒体报告说 埃拉特、迪莫娜和内瓦蒂姆 在内盖夫、沙漠的居民 也收到了类似的指示 伊朗似乎是在向以色列 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而以色列和其盟友 包括美国和英国 也在采取措施 拦截这些无人机和导弹 在这一系列的紧张局势中 伊朗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雷扎 阿什地亚尼将军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任何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国家 都将收到坚决的回应 而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 也对伊朗的行动表示谴责 并表示英国将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这个局势的发展 真是让人担忧 中东地区可能爆发更广泛冲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看看这场地缘政治对抗的最新发展 会如何影响全球的和平与安全 在中东地区 紧张局势似乎又一次升级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伊朗近期向以色列发动了数架 装载炸药的无人机攻击 这一行动发生在旗驻叙利亚领事馆 遭到空袭两周后 伊朗方面表示 此次行动结束了对该事件的回应 并警告美国不要干预 外交政策杂志进一步报道 伊朗在周六对以色列 发起了数百架自杀式攻击无人机 以报复以色列对大马士革 一个伊朗外交机构的打击 这些攻击标志着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显著升级 并引发了对该地区可能爆发更广泛冲突的担忧 专家们对伊朗决定 直接从本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表示惊讶 指出伊朗传统上使用代理力量来保护自己免受报复 以色列及其盟友 包括美国和英国 采取措施拦截这些无人机和导弹 与此同时 Yahoo US报道 以色列政府敦促占领的哥兰高地和其他地区的居民靠近避难所 因为伊朗对以色列发起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攻击 以色列媒体报告称 埃拉特、迪莫娜和内瓦蒂姆在内盖夫沙漠的居民也收到了类似的指示 据美国媒体引述以色列代表的报道 哥兰高地和内盖夫沙漠的一个以色列空军基地 预计将成为伊朗攻击的目标 数十架以色列战斗机已被部署以拦截伊朗导弹 这一系列的报道揭示了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一轮冲突 不仅凸显了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敌对关系 而且还暴露了该地区潜在的更广泛冲突风险 伊朗的这次直接行动 以及以色列和其盟友的迅速反应 都是这场复杂地缘政治对抗的最新发展 随着局势的发展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这一地区的动态 希望避免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在最近的一系列紧张局势中 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再次升级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伊朗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雷扎 阿什地亚尼将军在一次声明中 对外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据雅虎美国报道 阿什地亚尼表示 任何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国家 都将收到坚决的回应 这一声明是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之后发出的 这次攻击被命名为真正的承诺 作为对4月1日 伊斯以色列对伊朗在叙利亚一个军事基地进行打击 导致高级官员死亡的报复行动 在这场突然的攻击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使用了弹道导弹 对以色列进行打击 雅虎美国进一步报道 尽管伊朗官方媒体并未明确指出使用了哪种类型的导弹 但伊斯兰革命卫队拥有多种中程导弹 这些导弹足以覆盖到达以色列的距离 这次袭击是对4月1日 疑似以色列对位于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综合体进行打击 并导致两名准将死亡的报复 与此同时 电讯报报道了伊朗在这次冲突中使用的另一种武器 沙赫德无人机 这种被称为德黑兰的AK-47的无人机 因其廉价、大规模生产的特性而闻名 能够被广泛出口至世界各地 沙赫德无人机已被伊朗在中东的代理人 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和叙利亚政权所使用 伊朗最近对以色列的无人机袭击 可能是试图压倒以色列的空中防御系统 作为进一部导弹发射的前奏 这些无人机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 能携带高达50公斤的弹头 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不仅展示了伊朗军事实力的一部分 也体现了其在地区冲突中使用非传统战术的意愿 通过使用成本低廉 但威力巨大的沙赫德无人机 伊朗意图在保持战略灵活性的同时 对敌对国家施加压力 这些事件再次凸显了中东地区脆弱的安全局势 以及伊朗与以色列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 如何可能进一步升级的风险 总的来说 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极其后果 不仅对以色列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也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这一局势的发展 希望能够找到缓解紧张 恢复稳定的途径 在这个紧张的时刻 世界似乎站在了全面战争的边缘 电讯报报道称 以色列正准备迎接来自伊朗的无人机攻击浪潮 这是对以色列4月1日 在大马士革击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的空袭的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IDF警告说 至少有100架无人机已经发射 伊朗还发射了弹道导弹 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反导系统 并将利用美国的空中预警系统来拦截这些无人机 以色列的盟友 包括美国和英国可能会提供支持 在这场危机中 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据《独立报》报道 特朗普将伊朗对以色列的空袭 归咎于现任总统乔拜登 声称如果他还在任 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 特朗普的评论是在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数十架无人机袭击后做出的 美国已经承诺将在袭击后支持以色列 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一贯 最近的评论表明 他对这个国家的支持并不是有保障的 特朗普还批评拜登使用录制的演讲 来向人民发表讲话 尽管拜登还没有对这一情况发表任何评论 与此同时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 对伊朗对以色列的鲁莽无人机攻击表示谴责 并表示英国将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电讯报的报道中提到 苏纳克强调英国将捍卫以色列的安全 并与盟友合作 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外交大臣洛德 卡梅伦也对伊朗威胁攻击以色列表示担忧 并警告不要让中东陷入更广泛的冲突 下一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爱利西亚·科恩斯 描述了这一时刻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 并强调了降低紧张局势的重要性 这些报道揭示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紧张的全球政治局势 其中每个国家的行动和反应都可能对整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际社会的领导人和决策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他们必须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全球和平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 随着各方的紧张关系升级 全球观察者密切关注着未来的发展 希望能够避免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寻找到和平与稳定的道路 以色列国防军如何击落伊朗的无人机 电讯报 伊朗针对以色列目标发动了一系列单向攻击无人机 使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关键因素在于伊朗是否会与无人机一同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以及以色列及其盟友的防御系统能否限制造成的损害 如果攻击包括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防御系统将更难应对 同时以不同速度和高度到来的多种不同类型武器 以色列和美国的反应将取决于攻击造成的损害程度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里 我们将带你一探国际新闻的深层动态 从中美太空合作的可能性 到中国与世界其他角落的关系 再到科技创新和国际政治的最新发展 因有尽有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美关系的最新进展 尽管在许多领域中美关系仍然紧张 但在太空安全领域两国似乎找到了合作的契机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史蒂芬怀丁透露 中国在过去6个月内两次主动联系美国 讨论太空安全相关问题 这显示出即使在紧张的大背景下 太空安全仍然是一个双方都关心的议题 然而在其他领域 比如对香港的旅游警告 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依然明显 此外中国与北韩的关系似乎更加牢固 这一系列动态展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多面性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科技和国际政治的一些新动向 中国科学家在材料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发现了一种大规模生产过度金属 地化物那里片的新方法 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德国总理奥拉夫·绍尔茨 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被视为衡量 被视为衡量德国对其中国经济关系立场的轻易点 同时中国的外交与科技领域都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 从任命新的联合国常驻代表到考古学家的新发现 再到人工子宫技术的潜在应用 这些发展都预示着重大变革的前夜 最后我们将带你走进更广阔的国际视角 从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到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和军事扩张 再到美国内部对外交政策的辩论 展示了当前国际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复杂性 这些报道不仅反映了国家之间相互依存 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现实 也揭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全球稳定中 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的国际局势中 中美关系无疑是全球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 近期一系列事件显示 即便在紧张的外交氛围中 中美之间仍有合作的可能性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史蒂芬·怀丁透露 中国在过去六个月内两次主动联系美国 讨论太空安全相关问题 这一罕见的合作姿态表明 即使在两国军事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太空安全这一共同关心的议题 仍能成为双方对话的桥梁 怀丁指出美国经常与中国 分享潜在轨道碰撞的数据 但北京并非总是回应 美国长期以来强调国际合作 在共享轨道数据 以预防碰撞方面的重要性 希望能与中国建立定期 分享安全数据的渠道 然而在其他领域 中美关系的紧张仍然明显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道显示 中国驻香港的外交部门 对美国和加拿大发布的旅游警告 表示强烈不满 这些旅游警告建议其公民 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谨慎行事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谴责这些旅游警告 要求撤回并指控这些国家 诋毁和抹黑香港的法律 美国的旅游警告提到了 任意执行本地法律的风险 而加拿大则警告违反 国安法国安法的风险 澳大利亚和台湾也调整了 他们的旅游建议 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 北京与其共产主义邻国 北韩的友谊似乎更加牢固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第三号官员赵乐际 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承诺维护北京与其共产邻国的友好关系 赵乐际表示 维持和发展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 是中国的坚定政策 此次会面在外界猜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金正恩 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会面之际举行 金正恩表示 赵乐际的访问显示 两国关系根深蒂固牢固可破 赵乐际的访问恰逢美国 日本和韩国进行海上演习之时 同时北韩也在寻求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 这些事件总体上展示了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多面性 一方面与美国在太空安全等领域寻求合作 另一方面对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批评表明 在某些问题上立场坚定 同时通过加强与传统盟友北韩的关系 这些出在地区政治中的影响力 这些动态关系构成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复杂 而又引人入胜的篇章 在当今世界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 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根据南华早报报道 哈佛大学的一场会议上 专家们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提出了建议 他们认为美国和中国越早认识到彼此的共同利益 对双方乃至整个世界都将更加有利 这场会议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11月在加利福尼亚的峰会之后召开的 峰会虽然稳定了双方的关系 但留下了许多关于未来关系的问题 美国和中国需要进行自我反思 寻找合作和相互尊重的领域 他们还讨论了需要一个战略框架 允许竞争和合作共存 与此同时 《南华早报》也报道了中国科学家 在材料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 中国的一支科学团队发现了一种 大规模生产过度金属地化物纳米片的新方法 过度金属地化物是一种二维材料 可用于锂电池 太阳能板等多种应用 这种新方法比现有方法更快更安全 并能够大规模生产纳米片 研究人员相信 他们的生产方法能够将过度金属地化物 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应用 这一发现被认为是潜在的 非常令人兴奋的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德国总理奥拉夫·绍尔茨 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 也受到了《外交政策》杂志的关注 这次访问被视为横了 德国对其与中国经济关系立场的晴雨表 尽管近年来柏林对北京的政策 变得更加严格 但绍尔茨本人仍然保持谨慎 担心对中国市场有助深厚联系的 大型德国公司造成报复 欧盟与中国之间的紧张 局势升级 欧盟担心中国可能会用廉价 补贴的商品淹没欧洲市场 欧盟已经对中国的电动车 锋利、涡轮机、太阳能板和火车 进口启动了调查 指控中国公司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 欧洲委员会委员马格丽特 为萨格呼吁采取系统性方法 来解决中国的经济做法 提出为关键清洁技术 制定可信度标准 然而要让这种方法成功 德国的支持至关重要 失识至关重要 萨尔茨在访问期间 对贸易紧张局势的立场 将表明欧洲对中国的立场 有多么团结 这次访问还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访问欧洲之前进行 习近平的访问将包括 法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停留 这些报道反映出 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不仅涉及到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与合作 也牵扯到科技创新和经济政策的调整 从美中关系的反思与合作 到中国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创新 再到德国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未来 这些动态展示了一个多极化世界中 国家之间相互依存 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现实 在近期的国际新闻中 中国的外交与科技领域都发生了一些 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驻中国自身的发展 也可能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南华早报报道了一则 令人瞩目的消息 中国已任命 其前欧盟EU大使傅聪 为新的联合国UN常驻代表 这一任命发生在中国正努力加强 与全球南方成员的支持之际 扩充在布鲁塞尔的任期内 由于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 以及对电动车制造商的不公平补贴指控 导致与欧盟的关系恶化 他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 接任联合国角色 呼吁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署 与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官之间 进行更大的合作 在科技领域南华早报 还报道了中国考古学家 在湖南省一口井中 发现了约1万件竹检 这些竹检可以追溯到 1700年前预计将提供有关 三国时期生活和治理的见解 这些竹检包含了 关于当时无果统治下的县城 头部城市日常运作的官僚更新信息 涉及户籍登记 税收农业矿业等经济活动 这一发现有望帮助人们了解 该地区在三国时期的治理方式 而在更为前沿的科技领域 《环球邮报》探讨了一个即将到来的革命性技术 人工子宫以及它将引发的伦理和甚至必然政治辩论 虽然目前还不存在完全功能的人工子宫 但研究人员在保持动物胚胎 在人工环境中存活方面 已取得重大进展 如果科学家能够开发出一个 完全功能的胚胎外生长装置 这将对面临人口下降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 例如中国和俄罗斯预计在本世纪内 人口将分别下降50%以上 人工子宫技术的使用可能会逆转这一下降趋势 但这引发了诸多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 如果专制国家选择使用人工子宫技术 来养育大量无父母的婴儿 这将是史无前例的 领主政府可能需要考虑这将如何影响地缘政治 以及是否有必要禁止胚胎外生长技术 作者认为领主国家应当在人工子宫技术方面 与专制国家脱钩 以保护自己的人口并维持地缘政治平衡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 中国在国际外交历史文化研究 和前沿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 不仅彰显了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 也对全球格局的影响 提出了深刻的思考 无论是在联合国的角色转换 对古代治理的新发现 还是在人工子宫技术的潜在应用 这些发展都预示着 我们可能正处在一个重大变革的前夜 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本身 在最近的全球新闻中 几则引人注目的报道 凸显了国际政治和军事动态的新发展 从南亚到非洲 再到美国的内部政治 我们见证了战略合作和政策 政策争议如何塑造当今世界的安全 与外交格局 南华早报报导了巴基斯坦警方 对中国工人遭遇致命袭击的调查结果 将此事件与巴基斯坦 塔利班的一个分支有关联 这两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开波尔土省 目标是中国葛州坝集团公司CGGC 在当地从事的水坝工程员工 这些袭击分别发生在2020年7月 和最近的一个月前 使用的是从阿富汗开过边境的 二手日本车 警方调查人员怀疑 这两次袭击都涉及了在阿富汗东部 由巴基斯坦塔利班训练的 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巴基斯坦于3月18日 对塔利班在阿富汗东部的目标发动了空袭 此举显示出塔利班政权下 双方的关系愈发紧张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道 聚焦与中国海军对非洲港口的访问 这是北京在疫情期间 暂停许多非洲港口访问后的一次外交推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45舰队 最近访问了马达加斯加、坎桑尼亚和莫桑比克 即2023年访问了尼日利亚、加鹏、加纳、 港国、布拉萨、安格拉和南非等国 专家认为中国希望通过建立联盟 和加强与非洲政府及港口城市的安全关系 也便在需要时能快速获得支援 这些港口访问不仅提供了积极的宣传 而让中国展示了其海军能力 并向非洲国家市场推销军事硬件 在美国国内根据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 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团结程度 可能比外界看到的要高 尽管对于对乌克兰的援助存在分歧 但在外交政策和国防的核心支柱上 文章提到保守派运动大多支持 所谓的特朗普里根外交政策融合 该政策结合了传统的里根主义原则 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这种融合主义在强化国防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例外主义以及重视美国利益等方面 找到了共同点 在处理对华政策 北约伊朗核协议和气候变化 等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 特朗普派和里根派在很大程度上持有共识 尽管在乌克兰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 但作者暗示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政策趋同 这些报道从不同角度展示了 当前国际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复杂性 从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到中国在非洲的 外交和军事扩张 再到美国内部对外交政策的辩论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地区还是全球层面 国家之间的互动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这些动态不仅影响着国际安全和合作的未来走向 也反映出各国在维护自身利益 和促进全球稳定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行风视线》 周五新华社称 中国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共分为9个部分 因此大陆媒体将其称之为国九条 这是继2004年2014年两个国九条之后 国务院再次出台资本市场的指导新文件 旨在完成习近平要求中国成为金融强国的目标 在这份文件发布近两个月前 前上海市副市长吴清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的负责人 吴清因为严厉打击市场不良行为而被称为劝商屠夫 国务院在周五晚间闭市后发布的这份文件 列出了9项指导方针 要求在未来5年内建立更好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 并且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报告称到2035年 上市公司的质量应该得到显著提高 在培育一流投行和金融机构方面 也必须取得明显进展 具体来看新版的国九条有9大部分 除了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之外 另外8大板块分别提出了 要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 严格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加大退市监管力度 加强证券基金机构的监管 加强交易监管 大力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以及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这一次的政策 国务院称之为是一个1加N的政策体系 也就是说证监会将会同相关方面 一起组织落实这一系列的政策 一就是指这一套意见本身 N就是指若干细分之下的配套的制度规则 比如说有关于如何把关上市准入源头的规则 如何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规则等等 那么这一版国九条的重点 可以总结为有四大点 第一部分是提升IPO的标准 关于上市制度的改革 是这一版国九条当中 首个被提及的领域 它要求提高主版创业版上市标准 完善科创版的科创属性 那么根据配套的相关文件 也就是这个1加N中的N 我们可以看到 新规则对主版创业版IPO的收入 净利润等指标均有所提升 比如说创业版原本要求 最近两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现在提升为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 而且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6000万元 可以说是翻了个倍难度提高了不少 而今年以来 A股的IPO审核节奏已经明显放缓 目前处于这个新受理状态的IPO企业 仅仅有两单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 年内因为撤回被拒绝等原因 导致IPO失败的项目 已经达到104单 另外第二个重点是 我们可以看到九大板块中 是把退市机制的监管单列出来 这种单列出来也看出改革的决心 在国九条的1.0和2.0版本当中 也曾经有过关于退市机制的阐述 但是更多是作为九条中的一个子项目存在 而今年退市机制的重要性得到了提升 一方面将进一步严格强制退市标准 收紧财务类退市指标 另外一方面会加大退市实施力度 具体提到要加大对借壳上市的监管力度 精准打击各类违规的宝壳行为 业内人士表示 退市管理不到位 一直是A股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因为一家上市公司背后牵扯到的地方 投资者中介机构等相关方太多了 所以导致退市制度的实施效率并不高 而这次的国九条在退市上 显然有更大的决心 另外国九条的第三个重点是提升股东回报的权重 和早前相比 国九条3.0版本更加看重对上市公司股东的 回报举措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意见提出将强化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监管 比如说对多年没有分红或者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 将会限制大股东的减持 实施风险警示 另外要增强分红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推动比如说一年多次分红 春节前分红等等 国九条的最后一大重点就是针对券商机构的监管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头部券商人士指出 国内的券商机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迟迟无法出清 由于许多特殊因素 许多小机构一直处于僵尸运营状态 比如说一些地方券商做的并不好 但是靠当地的国资的支持可以长期的续命 还有一些券商之间的整合兼并的过程中 被整合机构的股东阻力比较大 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行业兼并成为被鼓励的一个方向 那么行业的效率将会有所提高 上海的一位基金经理表示 此次国九条的出台将在一定程度上 提振投资者的情绪 但是目前只是指导方针 需要看到的是证监会将会如何落实这些变化 而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限制新股销售的规模 加大不合格上市公司的退市力度 是投资者最希望看到的 在今年1月的一次高层会议上 习近平阐述了将中国打造成金融强国的目标 习近平称中国的融资模式 有别于西方模式 因为它侧重于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 习近平还强调了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并且呼吁金融监管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 明确职责加强合作 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话说 金融监管要涨牙带刺 中国股市最近有所奇稳 互升300指数从2月份的低点 反弹了约9% 国务院的最新指导方针 可能会再增加一些动力 因为这一轮上涨已经开始显示出 一些失去动力的迹象 周五互升300指数下跌0.8% 恒升指数下跌2.2% 是五周以来的最大跌幅 原因与周五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3月份出口大幅下降超过预期有关 此前的数据还显示 上个月消费者价格涨幅也放缓 表明国内需求疲软 国务院在2004年发布了第一版国9条之后 截至2007年 互升300指数在两年多内飙升了5倍多 而第二版国9条在2014年发布 当时股市在2015年的12个月内 更是翻了一番 那么今天中国的经济形势 已经大不相同了 第三版国9条 还能够再次将中国股市带入牛市吗 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六度大厨 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 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 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 午餐 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这顿晚餐是素食还是荤食 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 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 你喜欢亚洲菜 意大利菜 法国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 日韩风味的菜肴 口味独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 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鲜 牛奶 鸡蛋 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 酸的 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 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 喜欢白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 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 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 牛肉 猪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质 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来准备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尝试一些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就可以解决 好的 我会为你找一个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 炒 炖 蒸 烤 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 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 或者食材 现在 让我根据你的回答 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式的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 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青葱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又有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 欢迎来到我们的 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 精彩分成的国际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各地 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亚洲到拉丁美洲 再到欧洲的最新动态 无论是国际政治的微尿变化 还是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以及技术进步 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都将一一为您呈现 首先我们关注到了 印度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微尿变化 以及印尼电影产业的蓬勃发展 和巴西与中国之间加深的贸易联系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也反映了文化产业的兴起 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看看人工智能如何在军事 交通和教育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从中国研发的智能水套 到英国电动汽车维修的挑战 再到马里利用 Ri推广本土语言的努力 技术的力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改变我们的世界 最后我们还将带您了解菲律宾 美国和日本在南海的合作协议 丹麦艺术家在北爱尔兰斯佩林山外 创作的木质巨模雕塑 以及中国家庭内部关于孩子姓氏的争议 这些故事展现了当代社会 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国际与个人层面的多重挑战时 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在国际政治的角力中寻求平衡 还是在家庭中探索身份正统的可能 这些故事都以其独特的方式 反映了当下世界的复杂与变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深入了解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 背后的更多细节和深层意义 在当今值的多变的国际舞台上 各国之间的关系总是在不断的变化 从温馨的友好到尖锐的紧张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住两国的直接利益 更对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 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印度总理莫迪曾将中国视为经济转型的榜样 但随着过去十年间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 中国已从莫迪心中的特殊地位变成了一根刺 边境的侵犯和冲突导致两国关系破裂 中国在多个扩张领域成为了印度的激烈竞争者 挑战着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地位 这种紧张局势对莫迪争取第三任期的竞选活动 产生了重大影响 开始努力恢复国家的自豪感 并让印度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力量 转向东南亚 我们看到南华早报对印尼电影产业的报道 揭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已经查到了极限 印尼来取得了显著进步 国产电影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为产业的未来带来了乐观的预期 自疫情结束以来 该产业强劲反弹 自2022年以来 约有6000万人次走进电影院 政府对电影产业的支持显著 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 为本土电影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他们进入国际比赛 然而缺乏资源和政府的限制 被认为是阻碍印尼电影人 实现全部潜力的因素 政府对资助项目施加的限制 以及独立电影人经常需要 寻求海外资金的挑战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印尼电影产业人处于良好状态 电影院的普及和Netflix 流媒体平台的崛起 正帮助提升印尼制作的能见动 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道 带我们看向了拉丁美洲巨人巴西 巴西亿万富翁巴蒂斯塔兄弟 控制住全球最大的肉类生产商 JB、S他们在一顿 即将开始向中国出口肉类的工厂 与前总统卢拉会面 卢拉去年派遣巴西农业部门的领导人 前往中国 以确保进一步扩大对华农产品出口 共有38家巴西工厂 获得了向中国发送产品的授权 预计这将在未来一年内 使巴西的贸易平衡增加20亿美元 这一举措不仅加深了巴西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联系 也再次证明了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从亚洲到拉丁美洲 这些报道展示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还是文化产业的发展 或者是经济合作的新进展 它们都是全球化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不仅提供了对当前国际关系的深刻见解 也为我们理解各国如何在变化莫测的全球环境中 寻求自身利益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在今天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技术的进步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 从国际争端的处理方式到我们的出行选择 再到教育领域的语言革新 技术的力量无处不在 让我们来看看南华早报、腾博社和华盛顿邮报 是如何报道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的 首先南华早报带来了一则 关于中国研发的世界首款智能水炮的报道 这款由人工智能而爱控制的水炮 能够自动识别目标 并根据摄像头和运动传感器的反馈 调整其功率和轨迹 这项技术预计将在动荡的南中国海争端中 提高武器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这款水炮由武汉海洋电推进装置研究所开发 能够攻击100米外的目标 在4米高浪和强风的恶劣海况下 行物差率仅为2米 标志着相比传统自动水炮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转向交通领域 彭博社报道了英国电动汽车 BIFI维修成本上升 以及机械师短缺导致的电动车辆报废问题 英国只有不到10%的23600机械市 有资格维修电动车电池或其外壳 轻微的碰撞损害电池或其外壳 可能导致车辆报废 这一现象导致英国电动汽车的销量 两年来一直停滞不前 凸显了技术培训和维护成本 在电动汽车普及过程中的重要性 而在教育和语言领域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 马里一家初创公司 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儿童书籍 以促进本土语言班巴拉语的使用 在马里与其前殖民统治者 法国的政治紧张背景下 班巴拉语和其他12种本土语言 取代了法语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 Robot Molly这家初创公司 利用I生成故事 然后进行翻译和插图绘制 反映了马里人的生活和文化 自去年以来 Robot Molly已经创作了 超过140本班巴拉语的书籍 这三个故事共同展示了技术 如何在不同领域内 发挥革命性的作用 无论是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中 通过智能水套 不战而屈人之兵 还是在英国电动汽车维修领域 面临的挑战 亦或是在马里推广 本土语言的努力中 技术都在为我们开辟新的可能性 和解决方案 技术的力量正在改变游戏规则 为我们的未来带来更多希望和机遇 在南海的水域一场关于领土主权 与国际合作的新章 正在缓慢的展开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菲律宾美国和日本三国 最近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 这不仅将改变南海 乃至整个地区的动态 而且还标志住 三国在经济和安全关系上 深化合作的决心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表示 虽然这项协议引发了 对中国的严重关切 特别是关于中国在南海的 危险和侵略行为 但他向中国保证 这项协议并非针对北京 此外马克思强调 即便是在与美国和日本 加强安全合作的同时 菲律宾仍将保持 与中国的投资关系不受影响 而在北爱尔兰的斯佩林山外 一个如同童话般的场景 正在吸引人们的目光 GBBC报道 丹麦艺术家托马斯·丹博在剧店 与凯尔特神话和新石器时代 巨人有助深厚联系的土地上 创作了四尊巨大的木质 巨末雕塑 是由回收木材制成的 是丹博在全球27个国家 安装的100多尊雕塑中的一部分 斯佩林山外的雕塑小镜项目 由三个地方议会共同开发 旨在通过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创作 为当地增添一份神秘与魅力 另一方面在中国 一场关于家庭传统和现代价值观的争论 正在激烈展开 南华早报报道了 一对夫妻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 而争吵到了离婚的边缘 妻子想让孩子跟随自己的姓氏 而丈夫则坚持遵循传统 认为孩子应该继承父亲的姓氏 这场争论最终导致了妻子提出离婚 和争取孩子不养权的极端建议 当妻子因手术住院回家后 她发现婆婆已经悄悄改了孩子的名字 这段故事在中国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热烈讨论 吸引了超过4400万的观看量 许多网友支持孩子跟随母亲的做法 这反映出随着中国女性地位的提升 和独立意识的增强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挑战 和重塑传统规范 这三则故事 从国际政治的角力到艺术的创造 再到家庭内部的价值观争议 展示了当代社会在面对传统与现代 国际与个人层面的多重挑战时 所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在南海的地缘政治博弈中 寻求平衡 还是在斯佩林山脉中 寻找童话般的逃避 一或是在家庭中探索身份认同的可能 这些故事都以其独特的方式 反映了当下世界的繁复与变迁 在当今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 国际政治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必须精巧地平衡内外政策 以确保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小子 Ferdinand Marcos Jr.的外交策略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在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的同时 也努力不激怒中国 根据Algeusea的报道 菲律宾正强调与美国和日本合作 带来的经济利益 已掩盖被卷入与中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这一策略的背后 是对于菲律宾成为东南亚制造和物流中心的愿景 逆及美国对菲律宾年轻劳动力和聂资源的兴趣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正经历一场有电动车 ET档潮引发的变革 PKH的报道揭示了中国国有汽车制造商的利润 受到新兴国内品牌 卒比亚迪BYD的侵蚀 这一变化导致了与外国汽车制造商合资的传统模式失去了光彩 例如东风汽车集团与本田和日产的合资企业表现不佳 这标志着中国汽车行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电动车的兴起正在重塑市场格局 在另一方面 瑞士一群高龄女性通过法律途径 为气候变化问题争取到了历史性的人权胜诉 根据Bloomberg的报道 这个名为Klinasini-Yarinen-Schweizer团体 由律师Cordelia一日于2016年创立 目前已有2500名成员 他们要求瑞士联邦环境办公室改变其气候政策 并最终将案件提交至欧洲人权法院 这一判决迫使瑞士必须将其国家立法 于2050年实现禁令排放的目标保持一致 这对于元球气候变化的行动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先例 这三个故事虽然背景迥异 但都体现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寻求平衡 如何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中 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道路 以及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下 为后代争取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各国和社会团体 在应对这些挑战时的智慧和勇气 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国家领导人 企业还是普通公民 我们都有责任为创造一个更加和平 繁荣和可持续的世界而努力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5 看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华为技术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业公司之一 是我们开始研究 中国企业生态系统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在前一章中 我们注意到华为技术 自称是一家由员工控制 按纯商业方式运营的私有企业 他还声称与中国军方无关 中国政府除了正常的监管方式外 不影响其管理 然而 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表示深表关切 华为技术似乎简直不愿提供更多细节 来解释其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以减轻安全担忧 实际上 美国立法者在华为 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 构成实际或潜在威胁的问题上 达成了两党一致的看法 因为华为与中国共产党和 或中国军方有密切联系 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也跟随美国的步伐 对该公司表示怀疑 禁止其在网络基础设施合同上投标 并警告私营电信公司 购买华为的互联网和电信硬件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尤其严厉地攻击华为 实施出口禁令和限制美国基础公司向华为供应组件 因为华为被指控是安全威胁 华为成立之初 大多数资料称 华为由包括任正非在内的六位投资者 投资了人民币21000元 约3000美元作为华为的初始资本 但任正非在第一个十年内 买下了其他五名投资者的份额 自那以后 他显然一直是公司的主导人物 1980年代末 中国私营企业刚起步时 国家公司法令直到1994年才引入 但1988年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临时条例 允许成立拥有7名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 较小的私营企业个体户 大致相当于个体经营 早在1981年就受到鼓励 为失业青年提供谋生途径 如华为所在的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尝试股份制企业 然而 作为一家小型私营企业 华为在收取客户款项上遇到困难 主要客户是需要其自动电话交换机的酒店 和其他较大公司 为降低这种风险 任正非当时采取了一种常见的做法 将公司注册为红帽子集体所有制企业 换句话说 任正非和他的合伙人支付给深圳市科技创新中心 将华为注册为其集体子公司 使得与公司打交道的人会认为 华为与深圳市政府有关联 并支付他们的账单 这种通过国有企业 出售红帽子商业许可证的现象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遍布全中国 早期的几项调查发现 50%到80%的集体企业实际上是私营公司 人们选择戴上红帽子的原因 包括税收优惠 客服私营企业业务范围的监管限制 寻求政治保护 提高融资渠道 促进交易和推广产品 这种红帽子现象 是中国企业生态系统的一大特色 是中国许多场合表象与实质不符的情形之一 后来引起了关于这些商业企业实际所有权的 严重混乱和争议 在1980年代中期 中国的集体企业之间进行了员工持股的实验 目标是让员工有所有选感 有机会参与管理 并分享企业利润 理论上 这将帮助最大化他们的效率和表现 同时仍然维护共产主义的平等理想 然而 直到1993年 对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规制 出现了各种滥用情况 包括企业发行过多股份 或将所谓的员工股向全国投资者广告 以及员工秘密与外人交易股份 造成混乱的未经授权和无监管的公开股市 随后 国务院对员工股份能附加的权利 设置了严格的限制 股份不能转让给企业外的任何人 企业不得印制实体股票 股票 而应创建股权权利证书 股权证 列出每位员工股东的名字 这些证书必须严格保管在公司内部 这一规定非常明确地表明 在1990S年代 中国政府将非上市企业的内部员工股份 与英美公司普通的有投票权的股份 非常不同 它们被设计为一种 让员工分享公司利润的工具 但没有通常与股份捆绑在一起的那种产权 因此 将它们称为员工股权证书 可能更准确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 如果员工了解这些权利的限制 那么将它们称为 股东本身并没有什么误导性 许多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也创建了各种非投票股类 或混合证券 如幽灵股和股票增值权 这些可能同样具有限制性 允许公司的控制者与员工 或其他指定投资者分享利润 而不赋予他们投票权 或允许不受限制的转让 尽管有这些限制 这些变体仍然通常被归类为 员工所有权 根据中国早期对华为发展的记载 在创始之初 华为的员工都有机会购买公司的股份 经过几年的艰苦岁月 到了1990年代中期 股息变得非常丰厚 华为迅速扩张 很快使其员工成为电信行业 收入最高的群体 然而 华为最初的员工股份 并没有完全的股权 在1990年代 工作于华为的员工表示 他们的股份是不可转让的 不具有投票权 如果员工离开公司 也无法保留这些股份 实际上 除了1995年到1996年之间的两年外 公司甚至没有向员工发放任何股票证书 公司只是每年告诉他们 拥有多少股权 以及年中的利润分配情况 华为的管理和财务控制 始终掌握在现任 CEO任正非和一小圈高级管理人员手中 并没有正式的董事会 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换句话说 华为90年代初的员工持股系统 更像是一个内部且非正式的利润分享激励 和员工留存系统 而非一种个人财产所有权形式 如果员工努力工作 并帮助华为增加利润 他们将通过股息支付和购买更多股份的机会 获得丰厚的回报 如果员工决定离开公司 华为会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赎回他们的股份 并且他们将失去参与未来利润的机会 任正非也没有将其称为员工所有权系统 而只是尝试在公司内部建立一个高度激励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体 华为倡导建立一个包括客户 合作伙伴和员工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体 我们正在努力尝试动态内部机制 这将合理化财富创造与分配之间的联系 创造激励每个人的强大动力 我们正在将通常的对立力量转变为合作伙伴关系 很多华为员工将这些股份成为金手铐 使他们富有但束缚他们在公司 然而年回报率异常高约为70% 这就是为什么每年华为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顶尖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与那个时期许多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那时国有企业只奖励经理所有者 同时剥削普通员工 这部分解释了华为快速增长和持续盈利的原因 然而当他们离开华为时 许多员工对其股份的低赎回价格表示不满 逻辑上 这一元美股的赎回规则是公司激励机制的另一部分 使离开公司经济上不具吸引力 实际上 华为进一步通过主动干预离职员工 尝试成立自己的竞争性技术公司的行动 无疑是因为他们不再是利益相关者共同体的一部分 1997年深圳规则生效后 华为对其员工持股系统的结构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正式化 建立了员工持股委员会 并注册华为基础公司工会 作为主要注册股东 这也是华为最终摘掉红帽子 并作为有限责任公司 而被集体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时候 2001年 深圳政府发布了一套新的规则 适用于所有员工持股计划 这些规则在选择如何注册这些股份方面 给予公司更大的灵活性 同时要求更正式的治理结构 对员工更透明 以及在员工离职时 更清晰的股份赎回公式 华为之前的系统是临时性的 前员工甚至声称 他们被告知签署空白纸张 公司后来在上面添加了股东决议的文本 这种不透明的系统引发了许多员工投诉和负面媒体关注 这些问题在2003年 两名前华为高管起诉该公司时达到高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并明确他们的员工股东权利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普通股份权利的不同 华为在2003年 引入了新的员工股权所有计划 以SUB 起初 公司将根据该计划分配给员工的权利 成为限制性换营股份 限制性显然是为了提醒员工 其股份附加的限制权利 换营 表明员工并不是公司股份的注册所有者 而是拥有员工持股基金的单位 该基金代表他们持有这些股份 根据华为2012年向美国国会委员会提供的证据 存在一套详细的管理限制性换营股份 R-Peace的章程 R-Peace章程 这些股份不能转让或出售 但公司会在员工离职时赎回他们 他们由一个员工股东代表委员会 代表委员会管理 起初 代表委员会由51名选举产生的员工代表组成 但自2019年1月以来 该数字已增加到115名代表 代表由华为超过86000名活跃员工股东选举产生 任期5年 选举制度给予每个换营股份一票 2003年的ESOP对华为的员工股东 比以前的系统更为透明 并赋予他们在公司的治理机构 任命上有发言权 然而 该系统的某些特征 显然旨在巩固更高级管理人员的控制权 首先 115个位置中有32个是默认的 这可能意味着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自动被任命为代表委员会成员 其次 可以假设华为的高级员工拥有更多的股份 因为股份部分基于资历分配 因此 他们在为自己或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投票时 会拥有更多的投票权 第三 如前所述 任正非对代表委员会 股东会议和董事会的某些重大决策 拥有否决权 这给了他对公司的最终控制权 结果是 代表委员会本身在很大程度上 偏向于公司更高层的管理人员 一旦选举出代表委员会 其115名成员便参加公司的股东会议 代表员工股东做出决策 并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 这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任期为5年 可续任 华为的所有董事会成员都是长期员工 自1980年代或1990年代加入公司 尽管如下所述 中国政府可能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该公司 但从未有确凿证据显示外部方面 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机构 参与了华为高级管理层或董事会成员的选择 从这些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到 虽然华为名义上只有两个正式注册股东 即华为投资控股公司工会委员会 Wawei TUC 大约拥有99%的股权 和任正非约1%的股权 TUC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股东 代表华为的员工股东 持有这些股份 通过代表委员会行使其权利 实际上 TUC没有成员 除了作为法人团体 在中国称为社团法人社团法人的法律虚构渠道外 没有具体存在 其唯一目的是代表其他人持有股份 我们已经展示了 华为的公司治理系统 并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政府控制 或直接影响华为的业务或管理决策 并且没有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 参与华为的董事会或监督委员会 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同 华为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 也没有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进行 然而 我们仍然需要解决 与潜在政府或军事控制私营中国企业 高度相关的两个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影响华为 目前在美国的困境 并威胁其在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的潜力 2012年 对华为进行调查的美国国会委员会 对华为内部的共产党支部 及其可能作为中国政府控制渠道的功能 表示极大关切 尤其是因为 华为未能明确提供 其成员身份和党支部角色的详细信息 华为在其对委员会的证词中 以及最近在其网站上 均淡化了党支部的影响力 声称党支部不参与运营或业务决策 然而 华为应该更清楚地解释 党支部在公司内部的确切作用 华为主要的共产党代表是谁 以及他们如何与公司的高级管理和员工互动 假设这些信息并非机密 其他大型私营中国商业公司 在其中文网站或公开资料中 包括了关于其共产党支部的信息 包括详细描述党委在公司内的活动 华为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而且可以轻易找到 与华为党委现任或前任成员的详细中文媒体访谈 描述其在公司内的各种活动 我们将在第四章更详细地描述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共章程 要求任何在中国的私营企业 如果有三名或以上的党员在该企业工作 必须建立一个党支部 华为最初于1995年设立其党支部 华为的长期高管周代琪 自2009年起担任公司的共产党书记 同时也是华为的首席道德和合规官 以及监事会成员 周代琪自1994年起就是华为员工 起初担任产品经理 在周之前 华为的第一位共产党书记是陈竹芳女士 她于1995年加入华为 担任人力资源经理 并一直担任公司党书记 直到2009年 尽管现在已经退休 她仍然活跃在华为的思想导师 思想导师计划中 这是党支部项目的一个有趣组成部分 我们将在第四章进一步解释 任正非也是党员 但她并不领导华为的党支部 华为内部党员的确切人数尚不确定 但华为内部杂志2000年的一篇文章称 当时华为有超过1800名党员 分为7个组织部和38个分支 这大约占当时华为总员工数的10% 2007年报道称 华为那年的党代表大会 有12000名党员 大约占当时华为总员工人数的14% 虽然没有提供更近期的数据 但鉴于当前中国政府对私营部门加强党舰的强调 我们可以假设如今的比例与当时相似 尽管华为网站上缺乏有关党支部的信息 但几份中文媒体访谈和华为党支部官员的公开演讲 揭示了几党支部几乎完全专注于发展员工的道德价值观和心理任性 以便他们能更好地为华为的表现做出贡献 我们将在第四章提供支持这一断言的证据 因此再次不再重复 与国有企业相比 华为的高级员工 实际上通过他们的股权控制公司 与政府机构之间不存在往来的旋转门 这可能导致通过个人关系间接控制的推断 查看华为的管理图表 所有当前的董事 高级执行官和监事均自1990年代起在华为工作 大多数人是近期大学毕业生 没有可识别的政府关联 然而 华为与中国政府机构和官员建立合作关系的方式更为明显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一点 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处理多年困扰华为的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关于华为与中国军方密切联系的说法之一是 军方是华为的政治守护者 这种说法几乎没有事实基础 主要是媒体有影响力的智库和政治家之间 不负责任的中国耳语游戏所致 华为创始人间 CEO任正非确实曾在解放军服役 任正非公开表示 他从1974年到1983年在解放军工程兵团服役 在那期间 他参与了一个主要化线厂的建设工作 该厂由中国政府于1974年从一家法国公司购买后 整体移至中国东北的辽阳市重建 在建设期间 他晋升为工程兵团的文职军官 但在1983年作为大规模裁军的一部分被复原 华为也声明 任正非在军队的工作与通信技术无关 任正非直到1987年才创立华为 也就是在离开解放军四年后 公司在初创期明显没有军事联系 华为早期员工的多次陈述证实 公司起初尖南地销售 从香港进口的简单电话交换机 给深圳的酒店和企业 如下杰所述 自1990年代初以来 华为的绝大部分设备销售对象 都是中国的民用国有电信公司 和海外的私营及国有电信公司 然而 华为一直公开声明 它确实向中国军方销售一些标准化的通信设备 但这一市场始终不到其总销售额的1% 到2012年时 仅占0.1% 根据华为向美国国会委员会的证词 如果华为的所有权结构 管理和党支部 不是中国政府或军方控制的渠道 那么这家私人企业 是如何成为中国乃至国际上领先的互联网 电信硬件生产商之一的呢 当然 部分解释来自于 自1990年代以来 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的指数级增长 1978年到2008年间 中国的固定电话用户 从190万增加到3.4亿 在1990年代 成千上万的中国城镇 开始使用华为等公司提供的交换机 自动化其电话系统 中国的手机用户 也从1991年的4.7万 增长到2013年底的超过12亿 互联网用户 从1990年代初的几乎为零 增长到2019年的约8.54亿 全球电信和互联网市场的巨大增长 也是相关的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华为将其早期的国际扩张努力 主要针对这些市场 例如从2005年到2018年 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用户 从约12亿增加到65亿 个人互联网用户 从4.07亿增加到28亿 这些巨大且迅速扩张的新市场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 会像华为这样 为这些市场提供设备的中国公司 提供了明确的经济解释 以解释其相应的快速增长 然而 这些外部因素不足以解释 为何像华为这样的私人企业 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 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电信和互联网硬件供应商 包括部分国有的竞争对手 如中兴 以及上海贝尔等中外合资企业 和技术更先进的外国跨国公司 如思科系统 在华为的早期年代 公司通过与国家企业和政府官员建立合作关系 在竞争激烈的电信市场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市场利基 华为的初步策略包括与这些国家实体的员工和官员分享利润 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 这是任正非称之为建立共同利益体的一部分 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 也是为了在中国政府和军队的监管框架下运营 通过这种方式 华为能够在没有外部资本的情况下 迅速扩展其业务和市场份额 这种模式包括在不同地区 与当地国有电信公司和政府部门建立合资企业 通过这些合资企业 华为得以在市场中迅速扩张其影响力 比如 华为在1990年代与国有电信运营商合作 通过技术转让和共同开发项目 提供技术和管理知识 帮助这些企业提升服务质量和网络能力 这些合作项目不仅仅局限于销售产品 更包括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 从而深化了与这些国有企业的关系 并确保了华为产品的持续需求 此外 华为还通过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来确保获得必要的运营许可和市场准入 这在中国高度监管的市场环境中尤为重要 通过这些战略合作关系 华为能够绕过许多常规的市场壁垒 迅速在国内外扩张其业务 总的来说 通过与国家企业和政府官员建立利益相关者共同体 华为不仅巩固了其在国内市场的地位 还为其国际扩张奠定了基础 这种深入的政府和企业合作模式 使华为能够利用国家支持的资源和政策优势 推动其成为全球电信设备和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随着中国电信市场在1990年代末期的成熟 华为开始向海外扩张 以继续增加市场回报 自2005年以来 华为约有一半的收入来自国际销售 尽管在海外不能采用合资企业的方式 但华为调整了其在中国策略的两个其他方面 以构建与国际电信客户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体 首先 华为专注于那些负担不起司科和朗讯 阿尔卡特等跨国公司提供的更高价格电信 和互联网硬件的较贫困或欠发达国家 这与华为最初专注于中国农村和铁锈袋地区的做法类似 第二 华为利用与中国银行的关系 为潜在客户提供买房信贷和贷款担保 使得几乎不需要预付款 华为将其员工派往海外为国际客户安装设备 而一个或多个中国银行将贷款资金 直接转给华为以支付设备 国际电信公司将使用设备运行后的营业收入 偿还银行贷款 华为寻求国际客户的意愿 与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并在国际上竞争的努力相契合 也符合中国通过外交 获得政治支持的需要 通过这些措施 华为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 迅速建立了强大的市场地位 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 无法负担西方公司的产品 然而 华为的这种迅速国际扩张也种下了地缘政治冲突的种子 尽管华为努力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性的 没有政府背景的商业企业 但它作为一家中国公司 在全球电信基础设施中的核心角色 使得西方政策制定者对其动机持怀疑态度 这些政策制定者已经准备好 将中国视为威胁 因此 当华为尝试进入更发达的电信市场时 它的中国背景成为一种负担 尤其是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乔与美国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兴 快充足 很純粽 很純粽 我喜歡的菜 我喜歡的菜 最適合 是你吃辣嗎 可以的 很辣也可以嗎 昨天晚上我們就吃了 東芽宮 不然當天睡在冬飲宫 算是鐵馬 我覺得是鬆湯燙去既然 不然他會燙 而且你去鬆湯青木瓜沙拉的時候 是要放幾顆辣椒 我覺得泰國的鬆湯 也完全不一樣 它有加鹹蛋 所以加鹹蛋了以後就很好吃 看我嘗嘗鬆湯 其實是鬆湯燙去既然 我鬆湯燙去既然就好 很正宗的 OK 人家說鬆湯燙去既然 鬆湯燙 鬆湯燙去既然是鬆湯燙 既然看不懂得不懂 鬆湯燙去既然是鬆湯燙 告訴你泰國的這個知識 你在吃放鹹蛋的 它叫鬆湯燙 就是純泰式鬆湯 對 很鬆湯燙 所以才能放鹹蛋 我喜歡這個 還要放鹹蛋 還會有花生 對吧 辣椒 還有啤梨 是 是 老師你如果不急著走的話 是 是 可以 等它下個播我們可以去吃 我們還會說 它沒有好 我們還要送丹湯燙 至少我們都會躲起來 他說有機會 他想請你去吃 那我太榮幸了 最最好的送丹湯燙 跟泰國的媒體一哥 對 去吃 他又覺得我被騙馬卡 去北京松丹跟屁宇燙 屁宇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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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肯定不知道 但還有一種松丹叫屁宇燙 是裡面加鹽 煙蟹 和魚醬 沒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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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的問題 我沒有吃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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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了花車就已經11點了 然後再回去卸妝洗澡 我沒有吃過 我沒有吃過 有很多次了 但很忙碌 很忙碌 很忙碌 去哪兒 為什麼不說 你去什麼地方怎麼都不說 感覺在泰國有很多帥哥 就說 韓國有很多帥哥 你老了嗎 不必問問 你老了嗎 韓國有很多帥哥 韓國有很多帥哥 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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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時候來 我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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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時來泰國 你是喜歡泰國的什麼 你經常會來 我覺得 就是你通常在一段工作很緊張的時候 泰國就是一個特別可以讓人放鬆 然後特別好的一個度假的一個國度 然後只要你在這裡待一段時間 你的心情就會變得很好 然後心情好就會變得很漂亮 然後最主要有很多好吃的 然後還有很多的一些泰國的演藝圈的朋友 演藝圈的朋友 就是那個Mike 對 然後他也是經常會在北京工作 我們也經常會有交流 所以其實就有很多的淵源在泰國 而且之前有很多工作也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 他和我的天啊 他都會找到什麼 他和平常會說 溢 ascenden 他和平常會現在 有很多人說 如果有些草率更多 能做出品性 能做出品性 另外一家地方 也有很多草莓 他們也有很多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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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也有朋友 也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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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上 也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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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草莓 所以, 也就是要去拖廣販 自在 他说主要就是为了让心灵可以平复 可以休息 对 腹部 然后可以 水真正 对 皮肤也会好 水真正 大家还是说 你是真的很正确 皮肤很好 如果没有热 然后等到这边 就会抹股 抹股 抹股 没认识 抹股 抹股 但是他就是你不管在外面 遇到什么到这里就觉得 就是安静下来 然后觉得很放松 然后很开心 是的 我不怕不跳 他说以后有机会他带你去泰国玩 泰国了 可以吗 可以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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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他说你知道泰国最有名的就是微笑 就是闲罗的微笑 泰国泰国的微笑 对 对 他说是微笑 嗯 他说你就是 微笑给他的那个镜头 想要录一下你的笑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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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不接 他好可爱 我差不多6下 下次再来 通缘一次 钭子 一只钭子 藝钭子 对 钭子 刁钭子 钭子 这学 Kindern 都首有 连道 他来教你 要怎么做 可以当场 然后轮软 蚀 另外 因此 按照泰国的传统 因为它是 它比我们年纪大 所以按照泰国的传统 就是用花水 然後給長肺 有香味嗎 有香味的 有香味 然後麥朗麥紅紅的 好香啊 這就是一種 海泡和火泡 來 空白 所以撒鐵太多了 他給你做個示範 我們來喝吧 來 拍一下 不可以嗎 對 這樣嗎 直接撒到他手上就好了 撒了他手上就好了 然後撒掉 又是海泡 然後他要祝 然後他要祝 然後按照一項 婚婚平均就要祝 給寶寶 然後給寶寶 就是你先祝福他 然後他也會祝福你 你就跟他說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然後越來越帥 然後再給Sawaddi B買泰 然後再給老克勒勒 再給他一次 再給他一次 好 來 給我一點祝福 他說希望你可以永遠這樣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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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帶給牠們 給我一點祝福 對 感謝天使 天使如果是長輩的話 他就要抱歉 要按著長輩給你 謝謝 來照太子 等一下 他的... 照太子會成功 謝謝 我來 做得真實 你 你不太好 節日快樂 怎麼說 就是給我聽到 你好 สวัสดี 荣 alder 謝謝 conducting privileges 任由主講 我長達前felt 謝謝 禮支我們身體 Oh ベスト Acad allergies obese 你誰 不是 美 六度旅行管家,你的旅行全策划,注册或登陆六度世界,点击右上角机器人按钮,然后选择六度旅行管家,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请兴趣呢?比如历史遗迹,美食,海滩,或者其他的。 嗯,海滩和美食。 好的,了解了。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比如素食,无肤质食品等? 嗯,不吃牛肉。 好的,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 嗯,四天。 了解了。你是打算独自旅行,还是和他人一起?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 嗯,与父母一起。 好的,我会考虑到这一点。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 一千欧一天。 好的,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或者希望有海景,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 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两天历史遗迹,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海滩。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比如Elofense海滩或Navijo海滩。 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历史遗迹。 第二天,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雅典魏城。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市区。 在雅典市区,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比如古老的泼卡区、现代的购物中心,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由于你不吃牛肉,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多的信息,欢迎随时向我提问。 请不吵 clicks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